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東周網鬼靈精怪頻道 我們主持人阿威 今天我們繼續請楊晴 跟我們分享她的親身靈異經歷 這次遇到甚麼事 我覺得我的經歷真的可以有排框 我後來因為這些靈異已經是責以為常 有些是純粹經過 沒有想要騷擾你 有一次看見她穿了門 在家中 穿了門 已經搬了屋 現在我已經不太害怕了 但我發現自己有一個很神奇的才華 除了溝通外 我試過有一個叔叔 我很久沒見到他 我看到他後覺得她的精神上不太好 我便覺得臉色也不太好 我有點擔心他 我便跟她的太太說 她的太太和伯母 我便跟她說 你照顧一下你老公 我擔心他會出事 其實當時我便跟媽媽說 我便說這個叔叔可能會過世 你已經有這種預感了 對 我說應該不會擔心他很久 你簡直這樣說出來 對 我跟媽媽說 然後我便叫媽媽跟她老婆聊天 然後我媽媽便覺得我 她只是生病 她也是生病的 她也是生病的 但她已經康復了 對 但她可能有點不舒服 即是已經康復了 沒有羊 她已經出來了 然後可能壓力大了 不斷塗消毒物件等等 然後隔了兩個星期 她意外死了 意外又與病無關 她是抑鬱症 原來是因為疫情 令她抑鬱症 她是自殺 但兩個星期前 你已經看到有這樣的痕症 對 那一刻我便覺得有點痕 我看到這些痕症 然後我媽媽也有跟我說 為何你會感覺到 很難聽到這些痕症 對 因為她的樣子 很像骷髏骨頭 一個病人的樣子 大家都會看得出來 但如果有意外或其他事 她的樣子很像骷髏骨頭 很沒有人氣那種感覺 然後我突然發現自己有能力 之後有沒有再試過 沒有了 最好都沒有 你有沒有試過住空宅 還有空屋或是家裡有東西 家裡有東西是有的 我曾經有好幾間都見過 甚至我們有一間找師傅上來看 師傅說 有很多白矮轉了 入面開派對 白矮 白矮 如果一間屋有很多白矮 是不正常的 是有古怪 當時我們有一部牆 和地下都是白矮 但我們是不知道 感覺不到 但她說是全居住 後來裝修師傅 卻卻所有東西都建立了 師傅說不正常 這是你家裡開派對才會有 我們都搬了 那屋有沒有見到甚麼 我看到飄飄穿過了洞門 不知道是否那個地方是一個界線 明白 是嗎 是的 謝謝